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看看关于现在世界疫情的进展 开始之前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以及关注小铃铛 这样老师下次更新视频或是新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哦 好说到世界的疫情 大家现在一定在报章媒体上发现很多地区开始往上的飙升 例如印度跟土耳其之类的地方 过去怎么会没有事 现在怎么又会出事呢 那么未来又会严重到哪一个地方呢 看事情 其实我们不能单凭报章媒体所传出来的恐惧情绪 我们必须要实际的看着他的数据报表 来看看这个世界疫情现在正往哪个方向走过去 所以我们赶快来看看这周的疫情金榜排行榜 首先看到我们世界上目前稳居榜首的印度 印度这个月喷发式的爆发出了第二波的疫情 为什么其他国家都已经第三波第四波了 印度才在第二波呢 主要还是在第一波的时候 印度总理莫迪就率先进行了封城作业 也进行了严厉的口罩措施 讲不听打到你听 看不懂标语打到你看懂 所以当欧美在去年没有口罩以及封城的时候 疫情在欧美进入了高峰期 而印度就躲过那一两波的疫情的蔓延的时间 一直到最近怎么样 最近的时间才开始爆发 在这个之前 比如说上个月 印度还在一天1.5万人的一个确诊数字 而当时的封城 印度的封城 造成了许多印度百姓的断粮 政府也必须开始每天一晚粥的去供应一些 比如说新德里地方的百姓 不然他们真的没东西吃 才度过了那个时期 所以说现在莫迪都把封城当成最后一个选择 因为一封就不得了了 而当时有许多的穷困百姓的家长 因为在封城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工作 家里的老小又嗷嗷待哺 然后又不处在于可以拿到这些粮食的地方 所以很多的家长 很多的一些男性 或是很多的一些印度的贫困百姓 就选择了自我了断 而当时逃离封城的时候 许多印度的百姓是准备步行1000多公里 去逃离都市回到家乡 所以印度的封城已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几乎没有能力再封了 而接下来的农业改革以及劳工法的改革 让印度的农民共产生了非常大的怨恨 这个问题我们之前讲过 这边稍微再带一下 原本印度的农业是有公告最低的收粮价 来保护农民跟采购商粮商之间 但是改革了之后就变成买卖双方来溢价 就没有最低保证收购价了 也就是说只要你收购的粮商联合起来 来降低收购价 那么农民就可以写本无归 所以又造成了极大量的农民 都往首都新德里涌进去 来进行长期的抗争 他们甚至自带了口粮跟请聚 所以说就是给你死磕到底 当时还被迫怎么样封住了 往新德里的道路 只准出不准境 避免瘫痪整个新德里 而除了农民工人阶层也在去年底 进行了大罢工 他们罢工可不是一两百万 那可是上千万甚至上亿的罢工 原因是他反对他们修改他们的劳动法 削减工作场所的一些劳动的权利 将每一天的工作时数 从8个小时增加到了12个小时 标准的996制度了 以及通过了定期雇佣合同 使劳动力临时化的各种损害 工人的一些措施 而且他还希望要改变了最低工资 不是改变的是什么 不是改变他们变更好 而是让他们越来越没有收到保障 以及把他们的国有财产 包含了铁路 国防银行保险 煤油跟电力在内的部门 都变成私有化的企业 所以说这个实在是一个 非常不好的一个举动 那么也造成了印度当时大罢工 所以老师在一个所有的周报上面都会去讲 这个印度农民工问题 其实一直没有办法解决 但是莫迪一直想往外去对中国抗战 但是他却拿不出一个更好的手法 来把他国家内部治理好 所以造成了现代大的一个问题 而这些农民工的抗争 带头带动的都是广泛的社会运动 更随着印度疫苗的问世 印度总理莫迪反而在疫情没有削减的状况之下 把印度国内的疫苗输出给了邻国 又来抗衡中国的疫苗外交 例如怎么样 例如上周差不多4月22号的时候 印度还答应了提供200万剂的疫苗 给巴拉圭 你买200万剂疫苗低价卖给你之外 我再送你10万剂 让巴拉圭总统简直是乐不可知 宣布不再接受中国的疫苗外交的勒索 当然一周后的现在 印度不要说他有能不能旅行的 出这些200万剂的疫苗 就给巴拉圭了 他连氧气跟防疫物资 都已经变成了极度短缺 巴拉圭他想要印度的疫苗 可能最终还是拿得到了 但是你可能要等还蛮长一段时间 所以讲了这么多 我们还是要来看数字 印度目前最高的单日染疫数字 为每一天35万到37万例 单日的病亡数字为2700名 这个数字跟过去一样 都只是书面上的 只是书面上的 不代表实际上的 真正实际上的 其实很多的专家学者都估计 至少多少好几倍 因为很多人你根本来不及确诊 你就已经消失了你的生命了 但是如果以书面上的数字 老师目前的评估 印度未来两个月 有可能会发展到单日80万以上的病例数 80万老师还是往低里面去估计的 老师觉得这凭自己的一个经验来看 上看100万以上 其实是应该的 而这个也是账面上的评估数字 如果以发病真的速度 以及各方面数据来看 就是我们现在此时此刻 印度单日有突破100万例的 单日新增病例 那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很多真的是你根本来不及通报 你就没命了 而印度有没有压制住这一波疫情的机会呢 老师目前评估两个月内 无论任何国家输入给印度的物资 都是杯水车薪 如果事情往前推两周 印度赶紧跟中国寻求协助 就老师之前有讲过的 你这个时候跟中国取得协助 可以调取大量的物资以及氧气等用品 现在可能还不会这么的惨 但是现在已经像是一个重症并发了 对不对 他已经不是几个欧美国家派几十架飞机的物资 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更遑论什么 欧洲国家目前还在努力压制自己国家的疫情 他们都还没有把自己做好 他能够给你的 那根本也只是他们尽力 但是他们也没有多少多余的力量 来给印度这个帮忙 而唯一有能力协助 减轻印度压力的只有中国 为什么 因为中国有足够的劳动力 资源以及强大的生产线 至少这两个国家 他们人口也是相当 所以说以中国的资源要去帮助到印度 这个是可以达到的事情 但是也是要涨价的 应该是还蛮多的 所以供应起来 双方这个时候能够握手言和 紧急的去做人道处置 那是最好的 但是我们看到印度现在还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 对这个就是政治上的问题 那么印度头不低下来 他现在要控制这个疫情 基本上是比较难的事情 继续坚持 但是100万的新增确诊病例 这基本上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之高 一旦 一日达到100万 各位有没有觉得印度进入一个不可逆转的地方 其实我们要以数字去看 刚才提到这个数字真的感觉很可怕 但是我们以数字来看 当印度已经有一天100万的病例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推回去 在今年初也就是1月的时候 美国一日新增了45万例新增病例的时候 换到印度现在人口的比例 我们算一个同等的正比的看 那相当于印度一天新增了160万例的病例 各位你觉得印度有没有这个实力 达到跟美国一样的 那个新增病例数的实力吗 老师觉得当然是会有 所以是说数字是一个很吓人的事情 但是按照比例 其实美国当时是比印度还要严重 比印度现在还要严重 只是我们没有去把这个数字换算出来而已 而最重要的是印度现在已经没有能力在封城 印度的贫困百姓只能在饿死跟病死之间去选择 而这些一开始还是可以避免 老师必须一直重复这件事情 而印度现在的疫苗 他有没有开始接种 接种是很多的 他一天施打多少呢 比美国还要多 他一天施打了500万剂的新冠疫苗 但是对比他的人口 你要打完所有的印度人 而且是有户口的印度人 最少还要多少天呢 最少你还要580天 我们打可折 以一天500万剂的施打速度 这已经是非常非常之快了 而且原料都是很充足的状况之下 这是非常好的数字 你让印度一半的人口打到这个新冠疫苗 就像美国现在打过超过一半了 印度要打到一半的新冠疫苗 那也至少需要290天 你才能够打到 所以说这个速度 印度将要面对的 几乎有点类似黑死病的等级的浩劫 而这么大量的疫苗 美国却限制了疫苗原料出口到印度 当然这是美国自己的选择 他优先保护他的国家 我们不能说美国是错 当然印度的观感很不好 所以说未来的国际局势 印度跟美国之间 可能会面对新的谈判的变数 因为我需要的时候 你没有帮我 印度人很会记仇的 所以说各位要记得注意 像印度的什么这么庞大的人口激素 跟他蔓延的速度之快 而且南北的气候多变 让病毒有很多的变化的机会 他有没有可能培养出了超级病毒的状况 产生 而这个超级病毒有没有可能就是 基于新冠病毒产生更强大的变种 这个才是非常令人担心的地方 而讲完了印度 我们其他国家的数字 看起来就比较好一点了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第二名 就是我们的足球王国巴西 巴西的担任染疫人数达到了7万1千人 跟印度比起来 真的是小屋见大屋 周平均 他的人口也是有降下来 大概是每天新增6万3千人 而疫苗部分 巴西现在每一天还可以施打80万剂 所以说他的速度跟数量也就是越来越快的 以这个数字来看 病例的趋缓的增长 以及会比同样的数字 不断的复制贴上来的乐观 你疫苗慢慢的增加打 但是病例因为你防疫不好 说病例也是慢慢的增长 这个状况我们可以确定是说 未来他同步下降的机会是比较快的 所以说巴西只要维持目前的脚步 未来趋缓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第三名是神之子的国度 美国回归世界第三的宝座 单日新增的病例数 他已经增高到6万3千例 但是他还是有可能会持续下降 因为之前的这些 反口罩的活动 让这个病例数上来了 现在他们每一天施打疫苗速度有300万剂 单日死亡的人数已经不足千人了 所以说老师对美国还是抱持一样的态度 美国在5月份单日新增病例会降到5万以下 6月份大概会恢复一半以上的经济活动 毕竟美国是掌握全世界整个地球最多资源的国家 所以说他只要防疫的政策正确 基本上他恢复的速度一定是比较快的 第四名是我们土耳其 单日新增约55,000病例 周平均每天也有57,000病例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天高有些低 所以说平均起来会比最新单日新增的病例还要高一点 每日接种疫苗速度也是有15万剂 这个是非常少的 而因应这样子的变化了 土耳其在4月28日起 他就执行了封城17天半 但是主因还是在于不是病毒变强了 而是土耳其本身就没有外出戴口罩的习惯 所以说不是病毒真的很厉害 而是防疫很糟 这个还是归纳在人祸里面 戴上口罩你不就没事了吗 对不对 第五名是我们浪漫制度法国 法国单日新增的病例数为32,000例 单日病亡人数在200人上下 疫苗每天施打的速度为35万剂 速度已经比之前两个礼拜已经进步非常多了 当然现在法国依然是浪漫式防疫 但是整体而言进步的机会也是高 第六名是光荣回归前10名的热曼民族 也就是德国 单日新增月位22,000例 疫苗每天开打50万剂 单日病亡人数已经降到300人上下 德国目前的单日病例数也有点复制贴上的意味 加上德国的选举快要到了 这个数字是必须特别小心的 所以德国有没有可能再反复 而且是往上的 老师认为他的机率还是颇高的 第七名是伊朗 单日新增月19,000例 这个数字还在控制范围 不过他的疫苗在伊朗其实蛮不够的 现在是比较需要关注的地方 第八名是哥伦比亚 单日新增月为17,000例 单日接种疫苗月为10万剂 疫苗部分 哥伦比亚还比伊朗还强大一点 第九名是阿根廷 单日新增病例为15,000例 单日施打疫苗为20万剂 单日病亡人数为350名 这个数字虽然高 但是百姓没有防疫的意识 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产生 要非常注意阿根廷的状况 第十名是意大利 单日新增病例数为13,000例 每日施打疫苗约35万剂 哎呀 这个已经增长非常多了 单日病亡的人数已经控制到320名 所以说意大利也往好的方向去迈进 但是单日的一个新增病例数的飙高 主要还是意大利跟法国一样 我们都很浪漫式的防疫 所以说他们的数字也不会相差甚远 这个还是一个人祸的问题 说坦白的是这样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世界疫情的金榜前10名 其他国家部分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俄罗斯单日新增约为8600例 菲律宾8100例 稍微下降了一点 乌克兰跟荷兰约为8000例 加拿大约7000例 日本已经提升到了4600例 都是单日 日本部分他虽然政府已经宣布了部分城市 已经紧急状况 但是百姓还是一样 该吃吃该喝喝该上班的居上班 社畜都不能在世界末日前进行休假的 所以说这个原因是为什么 其实当然还是防疫疲劳 但是日本的防疫疲劳 百姓还是戴上口罩 只是说他们不会这么恐慌了 而印尼也趋缓 单日新增病例数为4400例 马来西亚果不其然的又开始有点小反复了 单日新增病例回归到2600例 但是应该不会再去往上的距离比较高 泰国单日平均新增为2400例 而英国 英国单日他的新增病例卡在了1700例上下 没有往下但是也没有往上的 不过英国人现在开始又犯傻了 什么说呢 解封之后百姓居然出来做什么 出来上街游行示威抗议 大声疾呼 新冠疫情是一场谎言 根本就没有新冠疫情 而且新冠疫情他死亡率只有1% 所以一切都是谎言 一定是英国政府想要控制我们的一些阴谋 英国这个国家他是孕育出了世界上的大文好 他们的文学跟他们的一些逻辑思想 影响世界非常大 而且他是上一个世界经济的霸主 而且又是一个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 看来在现在的百姓 还是有这个勇气跟世界叫板的一个伟大的歧视精神 为什么 因为天不怕地不怕 我英国最大 真的是蛮值得后面去观察的 而南非病例稍微回升 单日新增约在1100例 这是令人需要担心的事情 下周如果南非的病例数还是这个地方 这个数字或是多一点 那可能就会继续往上走的状况会有产生的 而南韩现在也高增到了500例 当然也是上升的一个状况 但是南韩毕竟他们是有一个群体管制的 所以说他要往上飙到像日本这么多 几率是比较不高 那另外一部分 越南有10例 澳洲有22例 澳洲的他现在旅游泡泡也暂时先把它戳破了 先把它完全压制再说 其实基本上澳洲已经算完全压制了 而香港6例 台湾3例 而中国大陆部分 目前还没有其他的病例传出来 而中国现在的疫苗施打的速度也是非常快 老师在在中国的一些朋友 他们都去打了都已经去打了这些疫苗了 而在这样子的变化 我们可以从本周疫情的周报看到 数字里面的变化 主要是新增病例都出现在了印度跟巴西 其他的地区都已经可以控制 而且单日染疫苏都已经往上架的趋势 整体来说 应该都还是往好的方向去迈进 只是老师只担心的一点事情是什么 因为最近老师没有看星象 实在想睡觉 没有看星象 但是从这些数字去评估 老师认为印度有没有可能 因为他的气候跟人种的多元性 导致他产生了强大的变种病毒 而这个变种病毒如果输出到了其他国家 那么有没有可能再开启新一轮的瘟疫产生 这个机会不是没有 所以说我们要居安思维做好了防疫 然后给自己做好了储蓄的习惯 遇到事情现今最重要 各位你说是吗 避免我们真的遇到危机再来的时候 我们守足无措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